然后我去报案 公安给我查到是钱都跑到 腾讯游戏公司里面去了 我儿子告诉我是五万多块钱 一个是穿越火线 一个是英雄联盟和一个逆战 这三个游戏都是腾讯游戏公司 他们的客服告诉我 你们儿子在一天消费 四五千块钱 五千多块钱 根本不算什么 在我腾讯游戏公司里 一天消费十万多了去了 就是说就是 你妈妈手机 你说可以用吗 我就说可以的 然后他说用银子码也可以的 要带我把那个银子码划过来 然后要把银子码删除 然后也要把那个 就消费记录也要删除 有人教他 怎样盗用我的银行卡 怎样销毁我的银行卡的信息 是游戏公司的人 游戏公司的 新月里面的负责人告诉我 要分掉我儿子的游戏号 第二个条件 让我他退的钱给我 让我不要外传 第三个条件 你不要跟媒体联系 我拒绝了 我没有权利 但是我有正义 我是一个母亲 有千千万万的母亲 像我一样的绝望 不能叫我们未成年的孩子 成为家贼 亲爱的领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